大家好,我是Alish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這個禮拜再帶給大家一個H&C的案件 是人道納作移民的另一個案件 講一對夫婦很不幸 擔保的丈夫申請去太太做永久居民之前就辭世 我們看看這個太太通過H&C去申請患者居民有什麼障礙 好,背景先 黃小姐,香港人 2008年去了加拿大 在後了她的先生Anthony Chin,加拿大日 在2010年3月結婚 在2010年11月,黃先生提了一個項目去擔保她的太太做永久居民 不幸地,在2014年9月,前先生辭世 黃小姐通過H&C申請永久居民 因為先生過了身,項目還沒批評 這個項目就是H&C給這個移民官她簽的 她就申請司法複合 所以我們看到,想有什麼學到呢 好了,溫固自身下25的移民法律 叫做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 and Consideration 這個給一個很大的著情的權利 就給移民官,就給一個申請人一個永久居民身份 這條法律不是很specific的 除了一定要照顧18歲以下的小朋友 Best interest of a child 因為不是這麼詳細 從時間到時間都有一些JR案件是challenge的 1970年是52年前的 他就發明了一些因素 叫做生存的因素 法官說什麼是H&C 就解釋了一個很有理性的人 在一個先進的社會 Civilized Community 就會有一個寄意向去幫助一個人 去解決他的問題 就是强调了,这个不是一个难民的program,又不是另外一个移民program 所有移民官都会用10个factor去assessHC的application 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establish在加拿大,有没有民业,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自身在加拿大,best interest of any children, children define as 18岁以下 通过这个H&C的决定会不会影响小朋友,比如他读书的 H&C的决定,或者没有决定的话影响他读书或者热日的发展,一定要address 有没有他原居地有什么adverse factor,比如不批准他回到香港,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人生安全 或者分开了亲戚之后有什么psychological emotional issues 或者有些人生安全有影响呢 或者分开了亲戚之后有什么psychological emotional issues 或者一些心理上或者感情感上的issues要看 如果是在加拿大申请的时候,就是会不会可以离开加拿大呢? 例如刚才我说的这个applicate是他刚刚中了风的,可能不可以立即飞 或者离开加拿大 ability to establish in Canada 可能是在境外申请的,他会不会在加拿大找到工啊? 他会不会在加拿大找到工啊?他要用英文啊?法文啊? 有没有对于他很unique,很exceptional的circumstances 是令到一个reasonable man 去一个civilized community 可以有个design去leave这个applicant的hemosful trait 这个是很unique的 这个就叫做survive factors 好了,看看这个王小姐 那么呢,法官呢就同意这个officer的conclusion 虽然这个王小姐是almiss version 就是刚刚先生过身 就不想回到香港的 但是这个officer为什么refuse了这个王小姐的application呢? 就是因为原因有几样东西了 就是用过survive factors去assess 他呢就是申请2010年11月到2014年 整天回到香港啦 那就是没有做过事情啦 就是没有tie to Canada啦 又没有做warranty work啦 又没有去读书upgrade他自己的skills啦 即是在加拿大是没有family connections的 那样 on the other hand呢 其中父母在加拿大 她有个女儿在加拿大 那application呢就是那个officer就觉得呢 她在香港的tie就比加拿大比较strong 和香港的establishment呢就比加拿大多些 那她回到香港呢都不是hardship來的 那她是用了这个shiver factor去度过称过之后呢 就觉得这个王小姐适合啦 所以法官是同意了officer的判断啦 那样就refuse了dismiss了她那个司法复合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学到什么呢 那如果这个王小姐有做到这些以下的几点呢 那这个application呢就是 有可能会看重一点的 那个officer 那大家都是看的shiver factor嘛 对吧 那他做可能是当地做些varranty work的 可能是尝试去找东西做啊 或者在做东西啊 或者是在读书啊 upgrade自己啊 去多些朋友啊 那in the ties to canada 是看她有没有有没有买到物业啊 她那个自己住的地方 是不是permanent in a stash 是不是自己买的啊 那样呢 那再再要看一下有没有relatives啊 没有亲戚朋友啊 在加拿大那样呢 那就会令到她那个application 也会更加strong一点 好 那这个星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那希望这个case可以帮到你啦 如果帮到你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的话呢 请你和你分享啦 那如果你有特别的 关于你自己的特别的case 请你PM我们呢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的 好 今个星期就分享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